哇 才剛結束完深夜的加班 一早呢 他們又得匆匆忙忙趕著上班 為了生活 台灣上班族可以說是 從早到晚快速忙碌不停的運轉 根據統計呢 2016年台灣勞工的工時就高達了2034個小時 都距全球第四位 一年甚至比日本高出了331個小時 那麼這樣的數字反映出來的是台灣人工作壓力真的很大 有時候為了提醒呢 早上他們會喝一杯咖啡 到了下午精神不济 再喝一杯咖啡 但是你知道嗎 這樣子喝咖啡很可能會對身體帶來危害 每天長時間上班又加班 上班族常見的提升方法就像這樣 一早就喝杯咖啡來提神 甚至開會的時候再人手一杯 但這樣一杯接著一杯 攝取咖啡因經常超標 長期下來對身體甚至造成危害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就提醒了 咖啡因過量會讓人血壓上升 心率不整 頭痛 頭暈 鈣質流失 甚至會讓人神經緊張 難以入眠 有些同事們他們都會去抽菸啊 可是我又不抽菸 所以我都是用喝咖啡來消除我的壓力跟提神 那我一天最多都還喝到五六杯吧 我就是開始喝到就是有點心悸啊 手會抖這樣 所以我就有點在減量啊 就算知道咖啡要少喝 但是許多上班族還是甜甜靠他提神 內科醫師鋁品就針對咖啡因的攝取提出警告 每天不斷用咖啡因來刺激身體 日積月累下來對身體是一種耗損 甚至讓腎上腺疲勞 對身體造成長期的危害 在咖啡因不斷的刺激之下呢 腎上腺素畢竟是有限的 當它不夠用的時候 所有的副作用就開始出現了 譬如說倦怠無力啊 身體疲乏啦 甚至是胸痛胸悶啊 或是說注意力無法集中啊 當它是腎上腺素疲乏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這些人的免疫力也是開始變差的 我發現說其中一個很主要的症狀就是病人會反覆的感冒 反覆的生病 這就是一個警訓了 根據統計 台灣上班族較常用來提神的方法 喝咖啡佔了22% 還有呢 就是服用維生素B群 這個也是比較常見的方法 比例上和喝咖啡是相當的 另外還有喝濃茶佔了6.7% 那麼抽菸醒腦的部分也佔了2.4% 不過呢 抽菸容易致癌 長期喝咖啡 喝濃茶的話呢 也容易對身體造成危害 其實提神應該養成一種觀念 應該是用B群的補充 而不是用咖啡因的補充 其實我們一般人如果B群充足的話 其實我們身體的代謝是可以很順暢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累 那很多人其實覺得很疲乏是因為我們可能壓力大 工作壓力大 然後消耗B群量特別多 然後造成這個B群缺乏的現象 那所以說其實我們只要把它補上來之後 其實你精神就是恢復了 可以補充像那種其實是B群的這種雙層的 這個長效的緩視定 其實可以讓我們 比如說你工作8小時 那可以讓你8小時都不斷有這個B群 可以讓它慢慢的消耗 那也不會造成你這個疲勞的現象 我們會希望可以補充的人 不要用高劑量的方式補充 最好是用低劑量 事實上補充B群不只有提神的效果 平常它就是人體維持健康 不可缺少的重要維生素 如果沒有適當的補充B群 不但會影響人體的神經系統 更容易罹患皮膚炎和口角炎 甚至加速身體老化 我發現很多皮膚發癢的 容易失疹的病患 不管是年紀比較小的朋友 或是壯年人 甚至是老人家 他們常有一些皮膚發癢 失疹 我給他們補充B群 他們都會有相當程度的改善 B群有8種維生素 各自擔任不同角色 需要同力合作 才能將攝取的營養素 轉換成身體所需的能量 因為B群它本身是由8種的水溶性 維他命組成起來的 所以其實它很容易 因為我們的尿液水排泄掉 在購買B群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購買緩式型的話 它可以慢慢把B群 釋放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讓我們長時間的一個生理代謝 都可以是比較正常完整的 如果是塑效型的話 它當然一開始吃進來的話 就是大量補充我們的維生素B群 但是因為它是水溶性的 比較容易就流失 所以如果說是有兩種合併的話 那它兩邊的效果都會很好 現在了解了吧 為了提神猛抽煙猛喝咖啡 長期下來可能會危害到你的健康 其實只要正確的補充B群 就會對你的身體帶來幫助 工作表現更有勁 生活也更加精彩 您所關心的議題 請持續鎖定火線話題